台中外埔區這條堤防道路 13號傍晚5點多發生火燒車意外 轎車撞上電線桿起火燃燒 火勢猛烈變成一團大火球 人在裡面 人在裡面啊 車防隊趕到現場滅火 發現駕駛座上有人沒逃出來 人在這裡 這裡 火勢撲滅後準備將車子調走 沒想到在後座又發現另一具礁失 警方根據車牌找到家屬 家屬說開車的是住神剛 十九歲的張姓男子在機車行上班 車上載的是剛認識四五個月 同樣十九歲 白天在泡沫紅茶店打工 晚上在夜間部念書的王姓女友人 根據了解 兩人13號相約到遊樂園玩 還有看電影 結束後 開車要去大甲和朋友聚餐 經過這條堤防道路時 轎車不知為何撞上電線桿 王姓女友人一次沒下安全帶 撞擊時摔到後座去 車子起火 兩人來不及逃生 葬生車內 我跟她說要去做啦 萬一天醒來一句很苦口 王姓女死者的父親難過哽咽 她跟張姓死者的家屬一起到殯儀館 等檢察官相驗 並且要進行DNA比對確認身分 而肇事原因是路況不熟 還是車速過快 或是有沒有酒駕 檢警都要再調查釐清 華視新聞除馬謝憲宗 吳一哲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